哈总 阿姨 我明天中午想请个假 要请假 那中午上怎么办 我给你坐完再走 我儿子找了个女朋友 我想去见见 去见未来的儿媳妇 对 你什么样的 在律师事务所工作 还是个设施 是个律师啊 那你可得小心点 太机灵 靠嘴皮在吃饭的 上嘴皮碰下嘴皮 他白的就能说成黑的 可不是怎么着 我是儿子老实 我也怕他上当受骗的 来 我跟你说说 小宝啊 去乖 自己玩去啊 别跑远了 这婆媳见面呢 比印象很重要 我教你一招 你要先争夺人 在三分钟之内 把他拿下 那怎么拿下呀 你见了他之后 就开始狂砍 什么股票啊 什么房地产呢 社会新闻 这显得你多有知识啊 想嫁个人的姑娘啊 多了去了 得必须啊 通过我这关 我那儿媳妇 就是我这么拿下的 小宝儿奶奶 您那你可得当着我 行 回头啊 把我那些项链的衣服 都给你拿几件 咱们呀 打扮打扮 咱们输什么 不能输得气势 你在哪儿了 我在这儿等您呢 您到了吗 我都找半天了 找半天了 影儿都没有啊 你在哪儿呢 我说没看见您啊 您是按那个地址 找过来的吗 嗯 妈 你在哪儿啊 喂 妈 你 没有啊 嗯 什么呢 那个 那我就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去上趟厕所 妈 妈 你带我去找一下 过来 妈 你们早就认识了 你让我见的就是他呀 对呀 您不是嚷嚷要见面吗 你知道他是谁吗 谁呀 我在他家里干了三年 他的孩子都是我一手带大的 就是那个被人贩子给拐走的一家 我跟你说过的 那不挺好吗 都是熟人 走吧 进去吧 这是什么劲呢 我跟你说 要是他我不同意 您就这么走了 我还不走啊 我倒是成这样 我多寒碜啊 都是知根知底的人 一眼就被人家看穿了 真没想到 这世界挺小的 是啊 我也没想到 居然王阿姨是你妈 挺正常的 保姆的儿子是保安嘛 王阿姨呢 走了 走就走了吧 好 我们俩吃 这还吃什么呀 戏也不用演了 这点省了吧 那我也先走了 对了 这是要花你的钱买的 拿好 走了 妈 您怎么把那事换下来了 坐他 我问你 你真还想跟邓草草结婚呢 妈 我觉得您今天穿这身衣服 挺好看的 你别跟我打仗 龚剑 你要是真想跟邓草草结婚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不同意 邓草草是什么人呢 我在他家干了三年 我还不了解他 他是一个横草不捏 树草不拿的 他每天 除了洗手洗脸洗澡 他连水都不泡 他就是个少男人 他不就仗着他老公 官先生有钱吗 妈 他以前那官先生叫什么 我记不听吗 我就叫他官先生 做什么的 医疗器件 什么样一个人 他什么样人跟你有关系吗 他长得什么样他都离婚了 你知道为什么离的吗 他把自个儿的孩子都给弄溜了 你说能不离吗 你这 你虽然有过一次婚事 那也不能找一个二婚的女人呢 你这 这让我怎么 怎么把她带到咱老家去 那不让我丢人吗 妈 您想多了 二婚的怎么了 您这是歧视 再说没到那个份儿了呢 您别太担心了 另外邓草草人也不错 你看 给你买的沙巾 让我给你带我 您打开看看 看合适不合适 这是你买的还是她买的 她买的 你就骗你老妈吧 你看看 这是什么 妈 这 怎么在您那儿呢 我借人家衣服不得洗一洗啊 我顺便把你的衣服也洗了 这一套兜 就把它给掏出来了 哎呀 她可真行啊 她可真是个律师 跟我见见面 还要订个协议 订份合同 她可一点都不吃亏 你说你怎么这么傻呀 你都栽过一次了 你差一点把命都打上了 就说从前 你跟那个周立军 不就是因为你爱她 比她爱你多吗 结果怎么样 你要是再婚 一定得找一个爱你的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在这一点上 你小邓 根本就不能跟小瑞比 妈 您怎么又扯了乔晓瑞呢 乔晓瑞好啊 你要再说到我真跟邓嫂嫂结婚了 你敢 你怎么就一点记性都不整呢 你呀 趁跟她相处得还不深 你赶紧跟那小家人断了 你学院乐马 行不行 行了 行了 你看 行 我学院乐马 只要您在结婚上 不穷追猛打 我肯定考虑学院乐马 行了吗 你别骗我 妈 妈 妈 你这么一个儿子 妈要让你相复 思索实现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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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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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